连续性分析同期比较 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刚刚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做了连续性分析 也做了同期比较 我想接下来我们应该进展到类别分析好了 类别 例如说我这边我是不是有非常多的那个子类别 因为如果我讲客户 客户的分类 客户是不是有客户的名称 客户名称 我们可以针对客户的对于公司的销售以及利润来去看 到底这个客户对我们公司是好的客户还是不好的客户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就类别来去做分析 我们先看客户好了 针对客户来做分析的话 画客户名称 然后接下来画散步图好了 散步图 客户的什么 当我点选那个散步图的时候 刚刚勾选的客户名称就会跑到详细资料 因为散步图它 X轴是值Y轴也是值就是一定要两个数值资料 然后搭配一个文字栏位所以我勾选销售额它就会放到X轴 然后再勾选利润它是不是就会变到Y轴 你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客户吗 千万不要自己算 这边点一下 点一下这边有一个123 123这个工具有看到 123这个工具 然后勾 勾什么呢 勾客户名称 然后他就把这个栏位呢 改成什么 计算 这边是不是有两种计算 一个是计算次数 这个计算次数的话 就是会算出总共多少笔记录 可是相亦 相亦就是不管这个客户出现几次 他只会设为一次 这叫相亦的计数 可以吗 好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点这个相亦 总共771个客户 这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你要画出一张图 是要可以分析的 对不对 是要可以让我们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资料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教你如何去分析 如何做进一步的这张表的分析 请问这张图会不会画 这张图其实画图都很简单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点选散布图 然后勾客户名称 销售额以及利润就画完了 画完之后 我想要在这张图上面增加分析 所以这边第三个工具 其实最主要是要教你第三个工具 分析 分析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有平均线 我把那个销售额的平均求出来 然后利润 利润我们可不可以用常数线 因为零以上代表有利润 零以下是不是代表没利润 对不对 零以上零以下 所以在这边 我第一个我先画 先画什么线呢 平均线 我加入一条销售额的平均线 销售额 我把这个条线改成黑色 黑色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销售额的平均线 也就是右边 这条线的右边代表什么 对我们公司来说 销售比较高的 应该叫大客户 对吧 大客户 好 左边呢 小客户 你希望大客户好 还是小客户好 都好 好 你这么不贪心 当然是越大的客户越好 对不对 他一次跟我们买 不是买一个两个 他可能一次买 例如说买个20个30个 好 那我们接下来利润 利润这边 我用的是 Y轴的常数线 加直是零 然后一样 这条黑色线 可以吗 你随便看你要用什么 这边有那么多种 这么多种 有什么线下线 线上线 中线 百分位数线 对称往底 比率行级 OK 现在重点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请问一下 这叫第一项线 对不对 这叫第二项线 这叫第三项线 这叫第四项线 请问第一项线的客户 好不好 好 对不对 因为销售额高 利润 有利润 对不对 只要有利润 就是好客户 所以第二项线 没有那么好 但是也不错 对不对 第二项线 至少他获利是好的 请问第三项线 客户 好不好 不好 不好 对不对 第四项线的客户 好不好 最差 对吧 尤其是这个人 你会很想知道 他是谁 对不对 这很重要 假设你有新产品发表的话 请问你要不要通知他 绝对不要 对吧 好 那请问最好客户在哪里 是不是这一个 等一下我就要问你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有加了两条线之后 是不是可以方便你在 若干的资料里面 去做资料的分析 分析完毕 你还可以选这些人是谁 把它输出 这才是重点 可以吗 就是 所以这些人 这些人你要知道是谁 然后想办法去 我有新产品 新产品发表的时候 请他们来参加 那这些 这些人 可能是 我有一些什么 那个 促销的活动 我也可以告诉他们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请你画出这张图 请你画出 那个 这应该叫做什么 类别分析了 好 请你先动手来画 类别分析 谢谢 谢谢